比賽就是這樣 沒有晉級當然都會遺憾 但是我們 從祖訓到今天也一個月 我們不能說遺憾 我們很珍惜在這段時間大家的相處 一直在為球賽而準備 那也想盡辦法打出一個好的球賽 那我相信這四場 我們投入在比賽中 大家也有看到我們的拚勁 只是最終我們沒有達到晉級的目標 那往後 台灣隊還是會繼續加油 中華隊也會繼續加油